fear is met and destroyed with courage James F. Bell 大家好,我是阿翔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犯罪心理第130个案子 一个悠闲的假日 BAU的组员们都在享受假期生活 奶妈奶爸们正和孩子们游戏 宅那宅女们正在参加二次元活动 家下碰上了刚分手的前男友林奇 以及他的女伴 立刻决定给自己一个台阶 掉头就走 至于旁边这位小朋友的心理阴影 就忽略吧 反正他俩这辈子也没戏 而此时的艾米利正在做一个重大决定 买下一套自己的房子 但在要付款时 他突然就犹豫了 就在这时 华盛顿的殖民自由银行突然发生了结案 女劫匪打死一名保安后 和他的两个同伙分别戴上了花牌面具 声称他们是著名的花牌抢劫团 女劫匪代号圈女 成员购男 以及他们的头领K男 结识了银行里的所有客户 并威胁女经理打开保险库 几条街外 JJ的男友威廉正和同事一起执勤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 虽然两人有了孩子 但实际上JJ还没接受威廉的求婚 威廉接到命令后 第一时间赶到银行 与拿钱跑路的购男撞个正着 女警员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枪爆头 威廉立刻反击射上了购男 并请求支援 同会见刑事不对 立刻退回了银行 几分钟后 FBI行动队包围了银行外部 由于这是花牌抢劫团第七次作案 BAU也被紧急召唤过来 在过去的七次抢劫中 他们每次都会打死一个受害者 所有受害者都是失血过多死亡 作案周期间隔为一个月 亚伦曾经提出过 劫匪中可能存在变态杀人犯 否则就不会连杀七人 但这个猜测当时却被否决了 花牌团作为抢劫惯犯 一直以来行动效率非常高 一般不超过两分钟 这次是他们第一次被困 他们通常会在抢劫前 事先踩点 黑掉监控系统 使得警方无法看到他们戴面具前的样子 过去的数次成功给了他们很大信心 甚至在被困后也不屑于切断监控 他们选择花牌中最大的几个皇室图案 也能表现出一种自恋情节 把人质摆成一排当肉盾 更是杜绝了突袭的可能 不过BAU还是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那就是K男对勾男看起来非常关心 而相比之下 Chair就对他的伤势不闻不问 亚伦猜测勾和K的关系不一般 因此打算用医疗援助为条件 和对方进行谈判 老罗通过银行电话 向对方提出了谈判条件 K男很快就被说动 但Chair却一点也不买账 随手又打伤了一个父亲 好让FBI知道 主动权是在他们手里 有人这受伤 就意味着FBI不得不提供医疗援助 但这个要求一旦满足了 就不得不满足其他的要求 亚伦向上级请求再等片刻 进一步查清劫匪的情况 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方案 首先根据K对哥的态度来说 在可以逃跑的情况下 仍然没有放弃对方 两人很可能有血缘关系 于是加西亚根据两人的体型 身高以及兄弟关系的罪犯名单 确定哥和K确实是一对亲兄弟 曾经因为抢劫魏瑞尔入狱 八个月前被释放 警方之前之所以没有怀疑到他们 是因为兄弟俩从来没跟第三人合作过 而这个圈女竟然能成为他们的搭档 可见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瑞德三人研究旧案发现 每次结案的死者都是圈女开枪打死的 他杀害的人不仅有银行经理和保安 还有母亲和小女孩 每次都正对着肠子部位开枪 令被害人血流不止 由此判断他就是劫匪中的变态杀手 一个典型的虐待狂 表面上画牌团有K带领 实际上他只负责拿钱 控制时间和人质的都是圈女 他才是行动的实际掌控者 几分钟后 由于案件引起了各方关注 上局不停的施压 FBI只好派出一名警员假扮急救援进入 并叮嘱他千万不要和劫匪正面冲突 但不幸的是 狗没弄火下来 K将兄弟死去的愤怒发泄在警员身上 当场打死了他 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 使得FBI彻底认为被动 而对手从一个杀人犯变成了两个 K男还没从杀死警察的紧张中缓过来 圈女却因为他们上了头条而格外的兴奋 甚至还开启了美妆直播 艾米丽从老上司克莱德那里得知 圈女曾经在巴黎抢劫过银行 国际情报组织调查过他 但始终没能查到他的身份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在加入花派团之前 一直都是独行侠 一个自大的独行侠是不会随便找队友的 尤其是和他智力能力不匹配的 再加上他进入银行后 似乎对钱没表现出多大兴趣 BAO不禁开始怀疑 他并不是冲着钱来 而是另有目的 不久后在圈女的建议下 K对FBI提出要一辆装甲车 和一架能抵达瑞士的飞机 但的话还没说完 圈女就抢着把瑞士改成了乍德 K有些生气地警告他 别再挑战自己的决定 圈儿想去的地方和K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艾米丽再次请教了克莱德 但他所在的国际刑警组织 在乍德那里并没有信心网 帮不上艾米丽 但他趁机提出了一个邀请 希望艾米丽能来英国 接受管理他之前的团队 这个邀请虽然诱人 但有些突然艾米丽来不及做考虑 只能先按下不表 随后他们又查到 这次画拍团之所以失误 是因为911提前接到了一个短信报警 报警时间竟然在银行监控被黑之前 忍制不可能会预测到结案 唯一的可能报警的是劫匪自己 不用说可能这么干的 只有另有涂抹的圈女 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仅仅是为了出名 为什么以前的案子不这么干呢 很快加西亚又发现 曾经有人在银行开门前 就秘密入侵了监控系统 并且现在还在接收数据 也就是说除了警方之外 还有一个人关注着银行的情况 他应该才是Quer真正的搭档 对着镜头补装不是为了上镜 而是为了取悦他的搭档 无论这名搭档是谁 都足以证明Quer和K根本不是一条心 甚至于只是在利用他 这就给了BAO一个很好的契机 去离间两人的关系 于是老罗告诉K 他的同伴并不可信 甚至于一开始就背叛了他们 否则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困住 K立刻向Quer女求证 但就像老罗说的 Quer不会正面回答 而是告诉K 这只不过是FBI想让他们反目 现在他们就快成功了 不能在这个时候被人搞分裂 否则Gordes将毫无意义 果然这个呆子特别好糊弄 三言两语又被对方说服了 毕竟在警察和同伙之间他更容易相信后者 于是K拒绝再跟老罗谈判 而是要求让那个打死他弟弟的警察进来 这个要求多半不是为了谈判 而是要报复 JJ当然不同意威廉去冒险 但威廉的责任感很强 知道如果自己不去 就可能会有其他人因他而死 果然在老罗委婉地拒绝后 K立刻枪杀了一个人质 看来从刚才打死警察起 他就对杀人不再有任何障碍 他要求威廉立刻过来 不然每分钟都会打死一个人 事已至此 威廉不得不做出牺牲 JJ想要阻止 但同事们只能强拉着他 这时K打算对一个女孩动手 一个大个子勇敢地站出来 要求他放了父女儿童 别让他们看到杀人的场面 最终K在威廉进来后 答应放了一个母亲和两个孩子 他在问了威廉的名字后 毫不犹豫对他开了枪 同一时间 银行的监控信号被切断 JJ无法知道威廉的死活 急得快要发疯 亚伦很明白他此时的心情 他也曾因为救不了爱人而悔恨 也从不支持他的组员 为了救别人而放弃自己 于是他决定不再等待 立刻行动 此时的银行里 大个子请求把重伤的威廉抬到里面 因为如果FBI看到同僚的尸体 只会影响他们的谈判效果 圈儿女答应了这个要求 好在K并没有打中威廉的要害部位 大个子想办法帮他止住了血 很快威廉恢复了神志 大个子偷偷告诉他 K现在的情绪不太稳定 如果能让他们俩起内讧 大家还有一线生机 威廉发现对方的判断力不一般 于是问对方是不是当过警察 大个子说自己曾是海军陆战队的 于是威廉决定按他说的试一试 但这事可能就是找死 于是他拜托大个子 把一切告诉自己的女友JJ 说完他就挣扎着来到K的面前 K正在担心自己当众杀警会惹脑来FBI 于是也就没再对威廉补枪 威廉则趁机告诉他 圈女并不是你的人 而是替别人做事的 否则为什么只有你坐在这里 而他却没影了 现在如果警察突然冲进来 就只会看到你一个坏人呢 K想起不久前 圈说要去后面看看 就一去不回 心里也忍不住犯嘀咕 于是压着威廉去找人 话说这脑子也是真不够用 他一走你一走 这人质 这不就等于把人质给放了吗 果然在FBI要冲进来的时候 人质们全都自己跑了出来 现在也算终于明白 为啥这兄弟俩抢劫能卫随 这智商连青铜都够不上 要不是杀尽了一个亡者 这会儿肯定还卫随着呢 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 圈为什么自己跑开了呢 难道不担心警察会趁机突袭吗 他到底在谋划些什么呢 瑞德想起 在抢劫一开始时 圈就曾经失踪过一次 按道理说 那时他们应该站在出口附近 而他却在银行里转悠 于是他让林奇将画面转到枪击发生前 根据圈儿曾经到过的地方 集合银行的平面图 发现他的行动路线 正是银行煤气管道的走向 一瞬间 他明白了圈儿的意图 立刻通知亚伦他们取消行动 可幻音刚落 强烈的燃气爆炸就发生了 索性队伍及时回撤 没有伤亡 但银行却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两名劫匪 以及被劫持的威廉 不知所踪 到这里一局普通的抢劫案 升级成了绑架杀人案 又升级成了特大爆炸案 甚至于惊动了国土安全局 女上司再也坐不住了 老罗告诉他 侧血从未表明凶手会自杀 所以这并不是一起自杀爆炸 那么劫匪仅仅是为了撤退 而炸掉银行吗 这场自爆的抢劫目的 到底是什么 圈儿的真实身份是谁 他真正的搭档又是谁 被带走的威廉是生是死 一切悬念将在下期为大家揭晓 由于本案较为复杂 精彩程度和时常不亚于一部电影 因此为大家分了上下期 但我保证不会让大家久等 最晚明天肯定会让大家看到 欢迎借时关注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